昨天說到一個盲公坐著一隻紙船 要來看一個素不相識的乾女 但是誰都看不出他在說笑 肖實一郎挖著他問說 你是盲的 盲公都看得見嗎? 盲公看不見 人家都看得見的 盲公就看不見了 他笑的時候 臉的五官似乎又恢復原位 也就在這時候 肖實一郎突然有種很奇怪的感覺 他覺得自己好像見過這個人 但是偏偏又想不起他究竟是誰 盲公又說 盲公 時常都可以見到一些人家見不到的東西 哦? 譬如說災禍這樣 沒錯 所以 我想來看看 究竟會是一件什麼災禍 啊? 哈哈哈哈 你笑什麼啊? 災禍 沒什麼好笑的 沒有,我笑我自己而已 為什麼? 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這麼荒謬的事 但是我偏偏被你打動了 超十一郎居然也有被人打動的時候 還要個減的人 比起平時,風四良一定忍不住笑 但是現在他笑不出 也不敢笑 沈碧君又開了耳朵說 唱歌那個是冰冰啊 嗯 我知道啊 你說冰冰中了毒 而且是絕症啊 是啊 難道這個萬公 真的會從他歌聲裡面聽得出的? 風四良沒有回答 他也不懂回答 唉,這件事實在太荒謬 太不可思議 又偏偏是真的 過了很久他才說 我希望 他不要再看出別的事就行了 這樣就有人說風四良好兇死 有人說風四良好野性 有人認為他說話像男人 喝起酒來比男人更厲害 但是沒有人說他不漂亮 美女本來絕對不會承認別的女人比自己 但是風四良是例外 他一直認為沈碧君才是真正的美人 沒有人比沈碧君的了 不過現在他的看法又不同 因為他又是見到一個真正的美人走下來 這個人就是冰冰 他本來一直認為沈碧君是個女人中的女人 全身上下每一分每一串都是女人 但是他發現冰冰這個女人有些地方 連沈碧君都不合得他 冰冰的美可能不是人人都會欣賞 他美得很脆弱 很神秘 美得令人心痛 如果說沈碧君艷泥如茅丹 青雅如幽冷 風四良就是一朵有辣的玫瑰 而冰冰只不過一朵小花 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風雨過後 極陽滿天 你慢慢走過黃昏時的平原 飽受風雨摧殘的平原 白花經已凋零 但你突然之間發現 沈碧場上還有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迎風搖曳在極陽下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你看到冰冰就會是這種感覺 尤其是現在 他被人扶著走下來 臉很蒼白很潮水 他沒有掩著胸口 也沒有皺著唐薇 根本就不用做出任何姿態 但是他就這樣靜靜站著 他的尾已經足以令人心碎了 那盲公就這樣站在他面前看著他 那對黃琴琴的眼 還是凶凶凍凍的 他當然不是用眼睛去看 蕭十一郎忍不住問說 你看出什麼呀 哦 我看見一片沼澤 絕谷下面的沼澤 沒有椰花 沒有樹木 沒有生命 但是這片沼澤裡頭有個人 有個女人 咦? 他講的難道是殺人崖下面那片沼澤 他見到的女人 難道是被天公子推進絕谷的冰冰 他是怎麼見得到的 喏 喏 他如果是見不到的 又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呢 蕭十一郎深吸一口氣 他問說 你還見到什麼呀? 我看見到這個女人正在向上爬 我看得出他有病 變得很厲害 他好像快點跌下去那樣 突然 有隻手伸出來 拉了他上去 是隻男人的手 現在這隻男人手 拿著一把奇形怪狀的刀 那女人 就站在他身邊唱歌 突然 琴弦就斷了 他就暈倒了 蕭十一郎馬上打斷他的說話 那唱歌的人就是沼澤中的女人嗎? 是啊 你怎麼看得出 你看得見他的樣子嗎? 我 我看不見他的樣子 不過 我看得出 他左邊屁股有疊青色的胎子 有手掌這麼大 形狀似足一片楓葉似的 他的說話都沒說完 彬彬的臉色變 他不是那種很容易被人嚇真的女人 他的身體很脆弱 但是 以致比鋼鐵還要堅強 所以他才有命到今天 那現在 他怎麼會這麼害怕呢? 難道他屁股那裏 真的有一塊胎子? 盲公又說 我 如果沒有看錯 我知道 我也絕對不會看錯 他的 他慢慢轉過身 好像要走出外面那樣 但是手上那支竹 突然之間 嘩! 毒蛇那樣 向冰冰的喉嚨嘟過去 冰冰又沒有動 也沒有閃避 他整個人好像是驚到硬了牌那樣 幸好他身邊還有一個蕭十一郎 盲公這下出手 除了蕭十一郎之外 絕對沒有第二個人搞得他練 船頭上的人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船艙裡頭的人就更加是高手中的高手 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盲公手上的那支竹 竟然碰到丁丁的喉嚨 只要再用多一點多力 丁丁的喉嚨馬上就被他刺穿 但是丁丁的喉嚨沒有被刺穿 盲公最後那些多力就沒有洗出來 因為他突然之間感覺到 哎呀 有一道無法形容的壓力 壓到他的肋骨那裏 他如果不立刻把自己的力切回頭 自己的八條肋骨就實定全硬都可以 他立刻走出了七尺軟 大家見到他向後退的同時 其實蕭十一郎經在船艙門口外面 攔著他去路 那割鹿刀這時還沒有拔出來 不過殺氣已經逼人未接了 盲公也轉過身 又面對著蕭十一郎 那塊蒙蒙歪歪的臉冷如抽傷 他當然也感覺到蕭十一郎的殺氣了 只有一個殺人無數 而且正準備要殺人的人 身上才會帶著這種殺氣 他知道面前這個人絕對不會被自己有命救得掉 蕭十一郎突然說 你殺錯人了 是嗎 來這裏的人都是來殺我的 你要我殺你 一定要殺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你已經來了 因為你想殺我 是嗎 蕭十一郎沒有否認 他盲公小說 其實 就算我不殺你 你都一樣可以殺我 我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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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他笑 蕭十一郎突然之間又有那種奇怪的感覺 一定見過這個人 一定見過的 但又偏偏想不出這個人究竟是誰 他決定一定要找出一個原因 于是他伸手去握着刀柄 那杀气就更加浓了 盲公又说 我说过 我虽然是个盲公 不过可以看得见一些人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你看见什么 我又看到那只手握着了个白刀 我又看得出 你一定要杀了我 若归两年前 你会让我走 不过 现在你变了 两年前你见过我吗 不管我两年前有没有见过你 现在我都看得出 两年前 你绝对不是现在这样的人 你还看见什么 我看见一滩血 血里头有只断了的手 那只断手握着了白刀 你还看得出的 是谁的血 是你的血 你的手 你的刀 啊 真的 是谁有什么好笑 今天我笑的是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今次 你看错了 萧十一郎这阵时 还是拿着割绿刀的刀柄 刀未出潮 杀气更加浓 这个盲宫 盲宫慢慢地放下他左手的白布招牌 突然凌空翻身 右手那只盲宫竹 不停地刀出去 竹是直的 又直又硬 不过 它竟可以令到竹 扭曲震动 变成成条毒蛇 是这样的 萧十一郎第一次见到毒蛇 是在他六岁大时 是一条响尾蛇来 那次是他第一次被蛇咬 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 他只要用眼瞅一瞅 就可以分辨得出三十种以上的毒蛇 而且 后来他打蛇真的很努力 一棍实打净七寸要害的 他从来没塞过手 但是现在 他看不出这条毒蛇的七寸要害在哪里 他盲宫手上的毒蛇 比他见过任何一种毒蛇都危险得多 除了逍遥猴天公子之外 这个盲宫竟然是他平生没遇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嗯 他知道 自己一定要镇定才行 那只竹 毒蛇一样不停地刺过来 他居然没动 那不动呢 比动更加难 比动更加巧妙得多 他为什么不动呢 那各位 不动就是动 这个是武功中最奥妙之处来的 这个盲宫一照实招 突然间就变成虚招 一支竹 突然间就幻变成十七八支那么多 无人分辨得出哪一支竹影是神 哪一支竹影是开瑜 突然 笑十一郎 动 声一下就吞开了八尺 接着听到 嘟一声 那支竹就督正在船仓的木板上 接着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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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木板上面 哇 站好那么快 就多了十七八个洞 哇 那十七八条竹影 竟然全部都是致命的杀手来的 笑十一郎都知牙烟 他吹了一口气 见到那支竹突然间凌空反打 还送过来 那笑十一郎本来就占着最安全的部位 谁不知 这个盲宫的手 哎呀 竟然好像毒蛇一样 可以随意扭曲的 笑十一郎 唯有一个大养生 铁板桥 脚尖就斜斜地踢出去 这一招 看起来完全没有什么巧妙 哟 想不到 那个盲宫手上那支竹 就这样被他踢到飞了出去 那个盲宫自己都猜不到 立刻车转他身 将中下盆所有的空门一起封住 用左掌去斩萧十一郎的脚 但是慢了 萧十一郎的脚 正义站回落地 站到四平八稳 而且右拳竞已打出去 直打个盲宫的避哥 这一招又是很平实 很普通的 所有人都认为 盲宫实会很容易就避得开 盲宫他自己也都是这样认为 哈 谁不知 就是他自己认为竞已闪开了的时候 左边面突然之间 白一声 接着一阵尺碰 萧十一郎平实普通的这一拳 黑驱掩就这样打进他的臉 盲宫立刻凌空翻身 整个陀螺 在空中猛地打转 这个动作真是高难度 在普通情况之下 只有一个人做得出这个动作 萧十一郎知道这个人是谁 叮叮也知道 两个人立刻脸色都变迷 好像见到个鬼魂在他们面前凌空飞舞 那么很快 转转不停的人影 竟然穿窗而出 飞了出去 那么跟着 就听到他 是完全喊话 哈哈哈哈 好功夫啊 看来 你的武功 比两年前 又精进了很多啊 好可惜 可惜什么呢 他都没说完 平常不吓一下 就落入了湖水里头 不见了 冰冰的脸色仓白 上云上云的 萧十一郎伸手去扶着他 两个人的手 同样是冰冻的 船仓内外 无人开声 呼应飞过都听得到 也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黄猛突然之间 长叹一声说 唉 果然好功夫啊 无人反对这句说话 个个人都看得出 曼公正说的三招 真是高深莫测 变化万方 都是大家没见过的绝招来 江湖中 能够抵挡他一招的人 经验不多 现在 萧十一郎 居然打败了他 萧十一郎 使出来的招式 看上去虽然很平凡 但是胜在快 胜在准 胜在有效 个个人都在心里面问自己 我接不住他几招啊 武功说到底呢 就不在乎奇幻好看 最重要最有效 这层道理又有多少人明白 多少人做得到呢 那月下的西湖 温柔无微 萧十一郎 好温柔感 扶回丁丁上楼 封四娘 一知就不舒服 他毕竟是个女人 无论多伟大的女人 都是女人 他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 但是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他对沈碧君说 丁丁 不但只是个很可爱的女人 而且很可怜的 沈碧君的魂魄 好像不知去了哪里 他说 我 我知道 我们现在上去找他好不好 沈碧君抓不定主意 封四娘 也都免得再催他 因为他突然间发现 黄猛这阵时 走出了船舱 向他们走过来 走到封四娘的面前 对眼周围 瞅了瞅 封四娘忍不住问话 你找什么呀 咦 我们的老鱼呢 封四娘于是才发现 始秋山 早就不在自己身后边 刚才被那个面具人 引回转头的那只船 现在又洗回出湖心 水月流 刚才又三十几四十人 现在已经走了半 剩下的人 有些挨着栏杆 有些在喝酒 黄猛又问 死老儿呢 我怎么知道 死秋山又不是他小孩 你给了钱我 跟你看着他吗 你 你 不然他跟着人来走 你自己不懂得去看看吗 那你呢 我有我的事 不用你理 封四娘说完之后 拉起沈碧军的手 冲入船舱要上楼 各位 萧十一郎 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走在一起 会搞出什么事呢 想知道的朋友 明天记住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